歡迎收看時間密碼 我是范依華 今天家群指數真的是 非常給面子 非常夠力喔 我們來看到今天呢 是上漲了80點 收在了8713點 沒有看錯喔 是8700點正式的站上了 而且今天呢在量的部分 一樣持續的維持在千億以上 1169億 可以看到在KC的 K線圖喔我們來看看K線圖好了 哇今天的家群指數喔 真的是突破了前高位置 而且呢可以看到拉更長一點 真的是近起來最高的一個位置喔 需不需要居高思維一下 現在呢外資動態又是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水位的話 到底接下來的操作的手法 有沒有改變我們趕快來邀請到 是華興投股的咨詢分音時令何彥 何彥哥你好 一華好大家好我是林何彥 何彥哥昨天的這個台北股市 雖然說往上漲了 可是今天更驚人 8700點 哇多久沒有看到這個數字了 現在有需要特別擔心一下嗎 畢竟現在國際還是不太穩定 好的今天是振奮人心的一天 嗯 亞洲股市雖然漲 可是沒有台北股市那麼的兇 對 所以信心很重要 昨天歐美股市其實也還不怎麼樣 對不對因為畢竟 烏克蘭問題還沒有真正完全的落幕 你看這一次像昨天 普丁又放話了 嗯 原本歐美說可能要制裁俄羅斯 對 結果普丁第一天在禮拜二的時候 他放話說 你們只要敢制裁我 我向你們借了幾千億美元 我絕對不會還 喔 威脅 他那句話講完之後 禮拜一歐美股市大跌 嗯 後來情況在禮拜二有緩和的味道 昨天普丁其實還是放話的 昨天普丁說 你們如果真的敢制裁我的話 不單是跟你們借的錢不還 只要是歐洲跟美洲來俄羅斯 投資的企業 所有財產全部沒收 沒收啊 聽那個共產黨講話就是這樣 很可怕 他要幹嘛就幹嘛喔 對就是這樣子 是 所以昨天歐美股市其實表現也不是很理想 因為烏克蘭事件還沒有完全落幕 歐美股市昨天小跌 這是正常啦 因為在 烏克蘭事情沒完全落幕之前 你說歐美股市要大漲 國際股市要大漲 應該不容易 對 昨天當然有蠻多的消息 比如說歐盟已經決定要禁援烏克蘭 而且未來幾年之內會至少 援助他110億歐元 110億不少喔 大概有五千億台幣喔 就是很多 然後另外在歐元區的服務業的PMI 也是升到三年的最高點 代表歐洲其實景氣是慢慢在付出當中 那美國的部分是比較弱一點喔 公益管理協會 發布二月份的服務業指數 是比一月份衰退 所以美國經濟雖然成長 可是在減速 那大陸目前在兩會正在開 大陸的發改會 昨天發布 今年都有GDP 至少有7.5% 那這些都只是供參考 目前真正焦點還是在烏克蘭的問題身上 那最近有蠻多展覽的 比如說日內瓦車展3月6號 昨天開始的自行車展 包含下個禮拜的 漢龍會電腦展 這些都會帶動商機 這些都帶動商機 那昨天美國雖然小跌 可是昨天銀行股的部分 美銀是大漲的 大摩也大漲 小摩也大漲 所以昨天銀行股包含高盛也漲 銀行股昨天是最強的 那股王的部分是小漲兩塊錢 繼續在高檔 Google股後 昨天漲三塊錢在高檔 所以股王股後在高檔 代表美國股市的多頭 其實都還很安全 結構都還OK 那蘋果的部分 昨天也是小漲一塊錢 亞馬遜昨天漲了2.3% 那昨天比較弱的 美光是小跌0.2% Tesla昨天是跌了2塊錢 這個打錯掉 Tesla跌2塊錢 那昨天最弱還是3D System 3D列印昨天跌了4% 包含三維印刷 昨天也跌了3% 所以3D列印股 最近在美國股市是最弱的 那今天亞洲股市 普遍都是漲 可是漲的沒有台灣那麼多 沒有台股那麼多 所以說信息很重要 在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 烏克蘭事情在擴大的時候 全球股市在大跌 我知道很多人 趁機會在嚇你 在恐嚇你 叫你要趕快做空 一大堆的 一些負面的說法 我知道你們會怕 我特別在節目裡面 這兩天我一直用這張圖表 我說8500沒有破 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只要8500沒破 這個多頭都是安全的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在多頭市場上 你要對多頭有信心 你才有辦法賺到錢嘛 甚至於在期貨的部分 我用這張圖表告訴你 一直在右空 每次長黑隔天就會開高 長黑隔天的開高 嘎住 長黑隔天的開高 包含這次烏克蘭事情 禮拜三 昨天也是開高又嘎上去 那很明顯 旗子的部分一直在嘎空 怎麼會放手 是不是怎麼會放手 今天台北股市 我說是亞洲最強的 為什麼說是亞洲最強的 我比較給你看 這個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整體的狀況 我們先跟四小龍比 那到底現在還沒有四小龍也不知 有人說沒有啦 有人又說有啦 那不管我們跟四小龍比較看看 你看喔台北股市 年限在下面 年限都沒有破 一路上來 一直在破新高 破一月份新高 破去年十一月的新高 我們現在高點 那你如果是以香港來說 香港破了年限 重新站回到年限 十二月份的高點 當時十二月份的時候 在兩萬四千點 現在才在兩萬兩千點 差了兩千點 我們破新高 香港沒有 南韓 南韓當時在兩千一百點 現在在一千九百多點 對不對 也是剛好在年限的部分 那新加坡 當時高點 十一月份的高點 也是跌很深 現在也是還沒上來 所以目前 以亞洲四小龍來說 我們的位置是在最高點 我們的位置是在最高點 那為什麼 亞洲四小龍裡面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是 最少的 那為什麼股市是最強 原因在哪裡 是不是這樣 你看喔 亞洲股市主要跌跌什麼時候 十二月份跌 一月再跌 十二月份跌 一月再跌 都是十二月跟一月份跌 那我們十二月份是漲的 一月份繼續漲 那為什麼這兩個月 我們是逆市漲 記不記得 十二月份的時候 在封關 在月中的時候 財政部長喊什麼 八千五封關 對 警戒的一月份開紅盤之後 政府又推出了 現股當沖 所以當亞洲股市 連跌兩個月 十二月一月再跌的時候 我們是逆市漲上去的 所以差別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台北股市為什麼最強 因為政府在做多 而且很明顯 所以說 一個國家政府 如果願意有作為的話 那當然是他說了算嘛 對不對 所以政府的公權力 政府的魄力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 那從最近這一段期間以來 政府一直都擺出 要拼經濟的一個決心跟做法 那當然股市一定會給漲升嘛 你包含亞洲一些 比較大的國家 比如說 大陸股市 大陸股市的部分 目前大陸一直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大陸在低一點 我們在高一點 日本雖然比較強一點 可是日本現在在這裡 一月的高點在這裡 雪梨是比較好一點啊 可是頂多只是回到十一月高點 我們是早就破十一月高點 到這麼低方來了 對 所以台北股市 怎麼樣比較 都是亞洲最強的啊 那你要了解這個狀況之後 你要對大家有信心嘛 所以最近跟大家講 要有信心 不要因為短線的一個波動 就把你自己給嚇壞掉了 那一檔一檔的強勢股 那跟你就沒緣了嘛 是不是 所以 包含 三月錦囊廟祭 這個都是為了要幫你的 大盤的走勢 我都寫在裡面 你有打電話進來索取 你應該都知道 跟我所預告行情 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幾乎都一模一樣 今天台北股市 上升了八千七 背心去騎了 但今天會 比較振奮人心 可能你信心又開始回來了 可是我倒是要提醒你一點 三月份 沒有那麼單純喔 雖然說目前我們表現是可圈可點很強 可是三月份 因為有很多的數據要發佈 比如說 最近在發佈一月營收 二月過年嘛對不對 二月過年所以 很多訂單 因為工作天數不夠 二月營收是大幅度的滑落 包含昨天 大力光發佈 營收衰退20% 宏達電衰退50% 對 TPK 也衰退50% 所以這是個正常現象 對所以當這些數據發佈出來的時候 對於股價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不知道喔 這個個股變化會很大 大盤的部分它所展現的是 政府的一個魄力跟氣勢 可是個別股的反應 落差很大 所以落差會很大 會有強的跟弱的 那接下來 營收發佈完之後 緊接著 三月份 所有年報都要出來 因為以前是四月底嘛對不對 可是最新的財報數據 它是規定90天 一年結束之後 90天之內 年報要全部出來 所以最近氣勢強 有一個道理是在於說 好公司提前發佈 所以最近你看到都是利多的消息 個股利多的消息 可是慢慢的 越往後面 越難看的數據 都是在後面喔 所以目前呈現的都是利多的消息 個股都是利多的 所以你看最近特別強的 都是一些高價股 中高價 因為中高價股 它一定是有好的基本面嘛 它才能夠股價長期維持中高價嘛 所以好消息發佈在前面的時候 所以最近那種利多的推勇 力道是特別的強 可是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 當過了月中之後 好消息都發佈完了 那慢慢的難看就會出來了 所以三月份一開始 我就跟大家講過 三個沒那麼簡單 這個變數是很大的 目前當搶的時候 你要敢搶 可是 該賣的時候你要會賣 否則到時候利空數據一大堆出來的時候 你才在追高 那又來不及啊 所以三月份當變數很大的時候 很容易變成怎麼樣 殺敵又追高 比如說這個禮拜 烏克蘭事件下去的時候 你去追殺 現在被尬上來了 那現在如果再攻上去 你如果不小心又去追 可是如果追錯股票的話 接對那當然就沒話說 那如果追錯呢 到時候就卡在天花板 所以這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我特別辦了這次市場講座 我希望你來聽 我邀請你來聽 禮拜六 早上是台中 下午是高雄 禮拜天早上桃園 下午台北 三月份的台股會怎麼樣走 我會在這次市場講座裡面 跟大家做完整的報告 包含你該怎麼樣做才不會做錯 有哪些股票在三月份 會是嶄新的標股 演講會場上 我會完全的告訴你 來聽 避免你做錯調 來聽避免你做錯調 昨天開始第一天的一個預約報名 昨天你還沒報名的 等一下你可以繼續打電話進來報名 那不然你如果真的 撥不出時間來的 真的時間沒辦法騰出來的 那最直接的方法 跟我們一起做 我只做基歐股 帶進 帶出 帶你進 我一定會帶你出 尤其我做的股票 一定都是基本面最好的 高貨率高成長低便利 尤其在地步的 尤其在底部的 這種股票才能夠讓你 一檔一檔的賺大錢 你看最近 每天都跟大家報告 敦泰 是不是高貨率高成長底部的股票 講完之後從200 21一路上來 特別拿這個圖形跟大家講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上升三角形 上升三角形 這種圖形 不容易看到 可是只要出現這種圖形 後面一定伴隨的一波大行情 上升三角形 對 我拿很多圖案給你看過 對 上升三角形 後面一定是一波大長多 對 這個也是 上升三角形 後面一定是伴隨的一波長線的多頭 對 圖表東西其實都是一樣的 相同狀況都會不斷重複的發生 有沒有 上升三角形 那敦泰這一次 一模一樣的圖形 一模一樣的圖形 上來了 今天最高來到268 我們當時講的時候 在兩百塊 兩百一 兩百六十八了 已經兩百六十八了 我昨天接到一個電話 他說他原本做這支的料 做那支的料 跟這個做也賠 跟那個做也賠 後來每天看我們節目 林和宴固定這幾支股票 每天都一直在講 敦泰明明兩百一 兩百塊一直盤 都不漲 結果林和宴一直講一直講 他覺得試看看 對 就敦泰 就漲了 就漲了 就賺到了 他把之前賠的都全部賺回來了 你有沒有沒有 如果你也是每天看的人 你有沒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當然恭喜你啊 對不對 那昨天又有人打來問 林和宴 敦泰已經漲那麼多了 其實今天不是敦泰漲 今天是整個IC設計股都漲 今天是整個IC設計股都漲 那當然你不用每檔都要 在同一個族群裡面 買最好的就好了嘛 是不是 你家也不是開銀行嘛 不可能每檔股票都買 所以在同一個族群裡面 挑最好的買就好 所以IC設計股 我們壓 敦泰 那壓敦泰 昨天有說 哇已經漲了六十塊錢了 林和宴你什麼時候要賣 幹嘛急著賣 如果一檔股票它會大漲 你幹嘛急著賣 是不是 你記不記得 宏達店當初從250 飆到1300的過程 當你對他有信心 你抱得住你就能夠賺越多 對不對 你看我們可乘 從130報到現在 我們還是在報啊 130到現在 今天220幾了 我們還是在報啊 敦泰 雖然60塊錢呢 可是我跟大家講過 他目前是IC設計股的獲利王 他現在是IC設計股的獲利王 原本IC設計股的獲利王是聯發科 可是聯發科 去年的獲利已經被他打敗了 聯發科 21塊 他是24塊 聯發科本益比 都已經做到21倍了 敦泰只有10倍而已 敦泰只有10倍而已 敦泰如果 本益比要像聯發科一樣 往21倍走的話 其實目前IC設計股 你仔細去算一下 平均本益比都在20倍以上 平均本益比都在20倍以上 你看我們 一月份做的 有一檔股票 瑞玉 記不記得 我們從71塊錢 做到90塊錢賣 瑞玉 過年賺6塊錢 賺6塊多 現在股價90幾塊錢了 股價90幾塊錢呢 也15 6倍了 這還算偏低的 大部分IC設計股 現在都20幾倍了 敦泰來 多少 才10倍而已 縱使今天創新高 也不過才11倍而已 那如果說 他去追到20倍的話 他如果追到20倍的話 也不要抖回去 所以不要小看他 敦泰不是去年好 敦泰今年 也是一個爆發性的一年 今年敦泰 除了觸控IC的部分 要成長50%以外 今年又有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包含面板驅動IC 包含指紋辨識系統 這個前兩天我都跟大家介紹過 包含目前最夯的穿戴裝飾 也已經接受到訂單了 所以今年敦泰又是一個高成長年 去年就已經24塊 今年如果在高成長下去的話 今年都30塊反省有機會喔 搞不好有機會喔 那如果說今年真的30塊錢的話 那股價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行情的時候 你要有更長遠的眼光 如果一檔股票 他有機會大漲 那你不要急著跑 這種股票只怕他不押回 押回都是買 你看今天早上押下來的時候 董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圖形 今天敦泰盤中的圖形 早盤壓下來的時候 你敢不敢接 敢接是不是又上去了 268 那尾盤又壓下來 明天有低點 幾塊錢可以買 支付股票你特別注意 可乘 這已經講很久了 從130到220 昨天可乘發布 二月份營收 可乘二月份營收 是衰退了22% 可是比去年同期 是成長了35% 因為二月份工作天數 過年關係比較少是正常 所以營收盪下來是正常 你要跟去年同期期比 去年同期期比的話 可乘是比去年同期期 成長了35% 法蘭圈今天一開盤之後 預估 可乘三月份的營收 會比二月份大幅成長 50%以上 所以看今天可乘 可乘 也是繼續走高 225 它的高點228 229 其實都剩很近而已 所以說可乘這種股票 你要加下來也不多 隨時都有機會再重新高 隨時都有機會再重新高 這個籌碼很穩 大概它的籌碼部分 58%到60% 都在外資手中 那去年18塊 北比也是很低啊 另外一檔凱聖 這種都是我們長期在操作的股票 凱聖從140一路講上來 講到180 對那我也給大家看過 凱聖高聖一直在買 尤其高聖在這個階段裡面 一直買一直在加碼 一直在加碼 那人家為什麼會一直加碼他 雖然說今天凱聖 這兩天有掉下來 掉下來幾塊錢可以接 掉下來幾塊錢可以接 凱聖古年探18塊 這幾塊塊已經是公司成立以來 最好的一年了 今年度公司內部所定的目標 今年是要拼三成成長的 所以今年在整個機器設備的部分 要大局的擴充 所以公司內部今年是在拼23塊錢 那如果說以18塊來算的話 現在本比才10倍而已嘛 如果說以今年預計公司內部要拼三成的話 EPS再拼23塊 現在本比更低啊 所以這種股票你不要擔心它掉下來 像這兩天 182沒過有掉下來 今天看到175 有人就打來問 林德燕 凱聖有要緊嗎 有要緊嗎 很緊張啊 很緊張 很多人就是這樣 心臟比較沒力 掉個三五塊就受不了了 所以有時候 股神巴菲特告訴你們什麼 不要看計分板上的波動 你要多去了解 公司的營運狀況跟未來展望 那才是富於一檔個股 它長期的一個未來 當你看到長期的未來 你心定的下來 有低點來你就要趕進嘛 是不是你就能夠賺到大錢了 你看最近很多基本面好的股票 檔檔都在標有沒有 廣榮講完之後 75 77 已經標到93了 今天更高 今天來到96 97了 宏康 也是我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推薦的股票 也是我們會員操作股票 推薦完之後69 標到88 昨天還漲停 我最看好這一支 半導體設備二哥 講完之後從211標到 今天要創新高 已經260幾了 已經360幾了 這些股票 在演講會場上面 一檔一檔告訴你 還有哪些像這些股票還沒動的 禮拜六 早上台中下午高雄 禮拜天早上桃園下午台北 台南進來 預約報名 這兩天的市場講座 等一下廣告時間你就可以打 好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更多的個股訊息的掌握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來 當日股市動向火線強股及美日盤事分析 為慶祝禮才週刊 周年慶即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開放來電索取免費體驗 赢家日报 索取专线0223926680 数量有限要强要快哦 安全配方效果更好 有鹿弯加强翼 精神好气色更好 引领时尚潮流 让生活空间更美好 7到10号高雄巨蛋家具名床 即室内设计在 2014国际品牌全新发表 消除痔疮第一步 不要坐太久 天天有蔬果 少辣少油炸 反后走一走 记得不用正记家位消质瓦 止血消肿 置便秘加火器 正记家位消质丸 好无聊哦 爸爸开快一点啦 是原作品堡耶 来远传申办平板 远传高速行动网路 官方实测 速度最快 蝉联第一 好吧 再慢一点哦 远传平板上网 轻松岳父199 独家平板三三折旗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互动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 三立 新的视野 三立新文旺 全新上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间密码 接下来其他个国 我们赶快要请何一根帮我们掌握一下 哪些真的是在这一波来说 没赚到钱的 还有机会可以布局的 好的 最近体材性蛮多的 因为最近很多展览 比如说车展的部分 像最近不是内内娃的车展 有说一个爸爸买了一辆千万跑车 送给十几岁小孩 很夸张 十几岁哪会开车 我们小时候甚至礼物顶多火柴和小汽车 现在都已经买大车了 对 差好多 包含自行车展 甚至于包含最近像3D烈映展也有 最近很多展览 这里面会带出很多商机 包含汉卫电脑展也是 但今天话题最多的是在哪里 今天话题最多的是在半导体设备 因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商 硬材在报纸上讲 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开始复苏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今天我看盘中 几乎每一节都在讨论半导体设备 上班了啦 半导体设备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讲了两个礼拜了 是不是 两个礼拜前我们就在讲了 台积电三千亿的资本支出 会把整个半导体设备给带上来 尤其汉维科 尤其汉维科已经领军开始在飙了 所以这个题材我们在两个礼拜前 已经开始每天讲每天讲 到今天别人才在讨论 所以说看我们的节目 你的资讯会比别人领先很多 会比别人领先很多 那我也讲过 像中涨这么高的不要去碰 你要去锁定那种还没涨的嘛 我点了两只股票给你看 这支还没去 对 在年线还没涨 经历上红康 讲完之后红康是飙了 从还没涨到一路飙上来 28% 到费就不会抠 昨天红康还拉涨停给你看 对红康昨天还拉涨停给你看 那红康还不是我最爱的 红康还不是我最爱的 红康最新的消息 订单接不完 今年上看六块半 尤其他的订单已经排到第二季了 已经排到第二季了 毛利这么高 利多一方 昨天发布月营收的部分 红康二月份营收 也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0% 成长20% 代表今年景气 其实是比去年来得更好的 我最看好是哪一档 半导体设备二哥 这支 你看从讲完之后 210 215 225一路加码一路上来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这里了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264了 已经来到264了 不会那么低 本比才10倍而已 这支三个五秒你有兴趣的 礼拜六礼拜天的演讲 告诉你 打算进来预约报名 礼拜六礼拜天市场讲座